新增程式 那我们之前介绍过 你在搜寻软体的时候 它也会给你有建议的程式名单 那这是一种 算是另类的增加程式的方式吧 那如果你想要像平板那样的增加程式 那个人还蛮推荐这种 吴邦兔有软体中心 那这边的软体中心 基于open source 开放原始码的软体 那它现在也整理的非常非常的优秀 怎么样的优秀 因为它画面整理的非常的好 类别帮你整理出来 最新的 它还会 你要开启推荐功能 它还会把推荐功能给你 然后这边是所有软体 你可以选择我已经安装了哪些 这有没有跟平板很像 你可以看到你装了哪些呢 你曾经装过什么软体 哪一天装过什么软体 好像我这边很多天都有尝试装过软体 然后进度是你目前如果有正在装软体说它进度装到什么程度 所以它这个安装软体的方式是非常应该讲说非常详尽 那在open source里面软体本身就已经算是非常的多 然后也有人特别在帮你看着这些软体 是不是有软体有瑕疵 那你要装软体你可以用比较传统的方式 或者我要找类别来装 我要找影音软体 然后这边我列出来 打勾的就是表示已经装了 假设我看我有VLC 你可以选择更多资讯来看 那这有什么 为什么要进来看 因为VLC它除了有说明以外 它还告诉你 有哪些附加元件你可以装 同时它也告诉你 如果有人装了VLC之后 其他人同时也装了什么软体 这个跟平板的那个推荐 有异曲同工之妙 原来这个软体的爱好者 他很可能也喜欢了某几个软体 很可能是你可能需要知道的 当然你自己也可以写下评论 方便后面人协助 你看这边有评论 那要不要钱他也告诉你 所以这么棒的一个安装方式 是让你可以得到很多不一样的资讯 你不再是需要人家帮你把open source的资料 整理出来 你才找得到你需要的软体 而是透过系统的推荐 或者是他把很多讯息告诉你 那你自己直接去选你需要的软体 重点这些软体都open source 要藏病毒难度很大 那你也可以透过像app store的方式 我去搜寻 假设我要找音乐的软体 我输入music音乐这个字 原来他会帮我找出原来还有点唱机可以用 说不定很好用 我们可以直接点选直接装就好了 假设我们要把点唱机装起来 然后就把点进去选安装 好像这个是要钱的 他会是注明要钱 那你可以看你自己的选择 你就要点安装 然后他就自然的帮你把它装起来 这样子来找软体是多么的 应该讲说 我个人是蛮欣赏这种找软体的方式 以前我们在自由软体说 自由软体几百个 这边我们需要验证 新增艺术软体需要验证 那我们就给他做验证动作 那你需要有管理权限 你才可以装软体哦 那输入我们的认证 然后等一下我们看 有没有把它装起来 他有没有装起来 好这个叫JAJUK 原来他是属于音乐的软体 那你在安装的过程 你就可以来进度这边看 他已经装到哪里 这样子算是 我是个人觉得 这样子是非常非常不错 你在装软体的时候 原来我们可以 经由这样子的方式 不再说我局限说 我一定要到网路上看什么文章啊 怎么样 人家介绍了 我才知道说 原来有这么好用的软体 那我自己可以经由 我自己的搜寻 或者他的分类 或者是因为我用了某一个软体 然后别人也用了那个软体 我可以说原来这个软体 也让大家这么好用 这么好用 那这样子的软体安装方式 是让人家感到说 这个算是相当满意的一个 安装软体方式 也没什么技巧 你只要连上网路 他就很自然的就帮你装起来 装完之后那怎么找呢 记得我们刚才软体叫什么 JAJUK 他是音乐的 可能就是影音 那我们装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程式里面 这里面直接输入 那我们这安装要一点时间 那我就不再示范 说到底应该要怎么把这个软体叫出来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软体的名称 这样子安装软体的方式 个人是觉得说相当相当的不错 值得推荐给大家 我还是想让你发现 尽力信任 我还是想让你把这个软体发现 效应该是否 我还是想让你把这个软体的称 来 然后这个软体的信息 可以发现 我还是想让你听个人 什么事 你爸用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